哈喽,好吧,今天我们又要说英国菜了 而说到英国菜,很多人的第一一下 Fish and Chips,仰望星空 好吧,这么多年来,这个梗简直就要被人玩烂了 以至于在很多人心中,Fish and Chips等于英国菜 但是你真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很多英国人不会同意 因为Fish and Chips嘛,它毕竟就是一个普通的街头快餐 如果你又要说Fish and Chips它就是英国菜的话 就好像是一个老外太来到了中国,吃了几个路边的包子 嗯,中国菜就是包子嘛,包子嘛挺好吃的 但中国菜就是那样 这么你就觉得这个说法很片面,对不对 其实英国菜也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Fish and Chips它不能代表英国菜的话 什么才是真正英国菜的代表呢 不能不说,派那肯定是英国菜里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因为派在英国厨师手里的做法,简直太多了 比如你可以找到这样的steak pie steak and kidney pie chicken pie chicken and mushroom pie pork pie love shark pie seabas pie mince pie pong kim kai apple pie kayo chestnut and mushroom pie cottage pie sausage and leek mash pie 等等等等的 鼠上几个小时都属不来 总之呢,只要任何能够包在书皮里给它烤出来的东西 英国人都能把它做成派就对了 所以派也就成了一道上能入高端餐厅 下也能在各个酒吧里找到的一道真正英国菜的代表 说了那么多的派 是因为呢,是因为呢,我们的美式小红队在英国的二次风产之前,专门去了一家高端的英国餐厅,而他们的主打菜式就是派,他们的名字就叫the pie room 好,那我们走 The pie room,其实是伦敦桂利酒店的餐厅,Hoburn dining room里的一个专门的包间 而他们的主厨,是一个拿过英国年度厨师称号的一个专门做派的专家,Colin Franklin 也是因为之前预约这个房间的人不多,我们才有幸预约到了这里 而这里的装饰嘛,当然也是各种以派为主题的啦 从各种和面的器具,到做派的模具,简直大开眼界 英国人为了做一个派,还能捣鼓出这么多工具来 好了,上菜 这是一道三道菜的菜单 而前菜嘛,我点了这个scotch egg scotch egg,可以说也算是英国的果菜 无论是英国天南地北,鸡脚嘎辣的酒吧里,基本上你都可以找到这道菜 但其实就是用各种碎肉抹上面包粉,再包上一个水煮蛋 最后用油炸出来的这么一个蛋 在英国,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scotch egg 外面包的碎肉,可以是猪肉,羊肉,牛肉,甚至是鱼肉 而里面的蛋嘛,可以是鸡蛋,鸭蛋,鸟蛋,海鸥蛋,甚至各种蛋都有人尝试过 但是,无论你用什么肉,夹什么蛋,最后炸出来的炸蛋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就对了 那么这里主厨炸出来的这个蛋呢 也是号称拿过scotch egg挑战赛的冠军作品 好吧,那么要把scotch egg这道果菜做到极致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了 切开一尝,这股味道简直太熟悉了 味道不会给你任何的surprise 但却能给你一种最熟悉,最传统的感觉 在这香肠肉的包裹下,里面的蛋恰到好处 而这里的蛋的特别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个口感和火候吧 外面面包的酥皮,感觉刚刚好,清脆薄薄的一层 而里面水煮蛋的火候也一样 刚刚好给你这样溏心却又不散的感觉 就好像,如果你多炸这么一回回 这个蛋黄就灭了,而少炸这么一回回 外皮也许就不酥脆了,而蛋黄也散了 至于这里其他的前菜嘛 还有这样烤章骨的选择 但总体来说就比较普通了 就是一道比较好吃的章骨而已,没有特别的经验 接下来,主菜 所以主菜主推的菜式,当然是派 今天一个有四种选择 猪肉、羊肉、鸡肉和素食的土豆派 那既然我们是四人的吃货小的对 当然,我们全要 上来才发现四种派 造型全都不一样 还记得之前我们看到墙上的各种工具吗? 感觉,他们终于派上了 那么先来的就是这个 鸡肉蘑菇派 光是切下去的声音就有点陶醉 我就不说刚切开的时候 怎么房间的香味了 这个鸡肉派很赞 首先酥皮做的非常有水平 我们在外面其他地方吃过的一些普通的派 如果酥皮做不到这种极致的话 竟然会有着很干很很面的感觉 而这个酥皮,感觉就是这么的恰到好处 这是里面的馅嘛 汤汁很足,无比的juicy 用的那种香料 调味和鲜味也都刚刚好 完全不夸张地说 这是我在英国这十多年来 吃过最好的鸡肉派 都没有用到什么夸张的食材 却都做出了这很惊艳的感觉 而这第二个嘛 像不像一个小猪猪的造型 嗯,这就是猪肉派了 酥皮还是一如既往的酥脆 而且用来切碎的猪尖肉和培根 总的来说嘛 给我的感觉没有前面的肌肉经验 大概也是这种猪肉派的做法 不会往里面填充太多的gravy进去 第三个这个羊肉派嘛 配的是这样的咖喱酱 慢炖的羊肉 加上一点芒果salsa的点缀 切开的那一刹那 总之也是无比的香 但这一道 嗯,取决于是否喜欢咖喱的味道 咖喱的加入 我感觉一股印度味就出来了 而最后的这个 是一个素食的土豆派 造型也是无比的好看 切开 比预想中要干一点的感觉 异常成变起的土豆片 还用了洋葱来搭 这就是一股无比奶香 无比黄油的感觉 我是一个肉食爱好者 居然也很喜欢这个素派 好吧 这四个派吃完 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们一致的最爱 还是那个鸡肉派 无论是酥皮 内馅 鸡肉和蘑菇的质感 肉质搭配 烤制的火候 一切一切 简直以一种完美的方式 结合在了一起 这大概就是派 这种英国国菜的货色 而最后的甜点 就是一些常见的货色了 比如这个Sticky Trophy Poutine 是最早源自于英国湖区的一道 传统的英国甜点 而这个Paris Breast 看名字就知道 法国人的泡芙 还有造型很普通的Panna Cotta 义式奶冻 可以说他们这里的甜点 就是把欧洲各地的精华 都结合在了一起 每道的都可以说是很标准 都是你熟悉的味道 没有犯错 但是也不经验就是了 那么这三道菜的菜单 是70磅每个人 加上我们中间点的各种酒 我们四个人人均吃了100多磅 可以说 这确实让我感受到了派 这英国国菜的高度 而派 在我心中不再是英国Pub酒馆里那种 随便让人点一个来饱腹的一道菜 当厨师做派的技艺发展到极致 它确实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好吧 其实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今天这里只有这几款 相对比较普通食材的派 我们之前做攻略的时候 发现这里原本有各种野味 比如兔子 山鸡 或者是龙虾做什么的派 可是我们去的这一天也都没有 那就只能等明年疫情过后再来 好吧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